Let's go 小朋友又到了說故事時間了 今天在說故事之前呢 小朋友先跟你們分享一件 我有點難過的事情 就是啊 小朋友是很喜歡的一個繪本作家 他故事 他叫做艾瑞卡爾 艾瑞卡爾爺爺曾經畫過什麼 他曾經畫過好忙好忙的蜘蛛 這本書很有趣喔 裡面的蜘蛛是立體的 蜘蛛網可以摸得到 然後還有這一本叫看得見的歌 這本書真的超級厲害 音味啊 他呀 把看不到的音樂畫成的圖 非常的有趣 還有這一本叫做爸爸我要月亮 裡面在講一個小孩子很想要月亮 他爸爸就想盡辦法運用想像力的幫他拿到力量 這本也很有趣 然後呢一定要講的就是這一本 這一本叫好餓好餓的毛毛蟲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看 為什麼這本書會這樣爛爛的呢 舅舅爛爛爛的呢 而且呢這麼大本還爛爛的 這本書呢 紫安妮的小時候 也可以說他的第一本會本 他最喜歡的故事書 他那時候講話還不清楚喔 但是他愛這本書 愛到我跟他說 嘿你去拿毛毛蟲的書來 我念給你聽 在一堆亂七八糟裡面 他就是會找到這本書 他真的很喜歡這本書 這本書很好看 但我今天沒有要講這一本 因為我想大家都看過了 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另外一本 就是這一本 海馬先生 海馬先生 小高老師叫他海馬爸爸 為什麼 因為正式在講海馬爸爸的故事 首先呢 先要跟大家聊一下 大自然裡面呢 大部分呢 照顧小寶寶的都是媽媽 可是啊 會有很少數的例外的 像海馬爸爸就是 他是幫忙照顧小寶寶的爸爸 很酷喔 那海馬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正著油 倒著油 反著油 然後呢 他們的游泳技術實在是太厲害了 海馬先生 海馬太太 巧克力老師覺得呢 哪一個是媽媽 我覺得一定是粉紅色漂亮的這一隻 然後這是海馬爸爸 有一天 海馬爸爸跟海馬媽媽出來游泳 海馬媽媽搖搖晃晃 放牛奶牛去 海馬爸爸就說 你怎麼了 海馬媽媽媽就說 我覺得我的小寶寶快要生出來了 我快要生蛋了 海馬爸爸就說 那我可以幫你的忙嗎 海馬媽媽就說 可以啊 拜託你囉 原來啊 海馬爸爸呢 肚子裡面呢 有一個育兒帶 就是啊 海馬媽媽可以啊 透過這個育兒帶啊 把那個蛋啊 放到海馬爸爸的肚子裡 然後小寶寶呢 就會在海馬爸爸的肚子裡長大 長到啊 夠大了 夠勇敢了 可以自己游泳了 他就會游出來 就跟蛋鼠一樣啊 跟蛋熊一樣啊 所以呢 這個爸爸就負責幫忙照顧蛋 海馬媽媽媽就說 辛苦你了 爸爸 那海馬爸爸說 沒問題 交給我 海馬爸爸照顧著他的蛋寶寶 但是他說 我還是要運動啊 所以他就在海裡面慢慢的游 游啊游的 他忽然啊 發現這海草後面有東西在動 欸 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來打開看看 海馬爸爸游過去發現 哦 原來是喇叭魚 爸爸爸爸 喇叭魚們啊 他們正在吃東西 他們就說 海馬爸爸好 海馬爸爸就說 你好 海馬爸爸又一直游啊 游的 遇到了誰 遇到了刺魚 刺魚爸爸就說 海馬爸爸啊 你好啊 我在照顧我的蛋 我的老婆啊 生了很多蛋 我做了一個我 我要照顧他們 直到他們長大 海馬爸爸就說 這是個很辛苦的工作 辛苦你了 我也在照顧我的寶寶 只是我的寶寶在肚子裡 好囉 拜拜 海馬爸爸就游走了 那慢慢的游啊游的 你們有發現嗎 海馬爸爸的肚子 越來越大囉 為什麼 因為小寶寶在裡面會長大啊 然後啊 海馬爸爸就想說 欸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珊瑚礁 珊瑚礁好漂亮 欸 是誰在珊瑚礁後面啊 是誰啊 啊 也乃是 獅子魚 獅子魚 獅子魚就說 欸 海馬爸爸你好 我我我我我正在休息啦 海馬爸爸就 喔對不起 吵到你了 海馬爸爸就游走了 結果海馬爸爸又遇到了另外一隻魚 這隻魚啊 很特別喔 這是什麼魚 小朋友認出來了嗎 對 他是烏鍋魚 他就說 嘿烏鍋魚爸爸你好 然後啊 烏鍋魚就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海馬爸爸就 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要再講話了 你在保護你的蛋 對不對 然後呢 烏鍋魚爸爸就 喔喔喔喔 還邊講邊點頭 海馬爸爸說 阿,你這邊要再講了 以免啊 你不小心把蛋吞下去 我也是喔 我也在保護我的蛋哦 只是我的蛋在我的肚子里 你的蛋在你的嘴巴里 拜拜咯 然后海马爸爸又往前游 海马爸爸游啊游的 又发现了 哎呦那个叶子后面是什么啊 原来啊 是什么 是业余 业余先生跟业余太太呢 结婚了 他们正要在这里生小宝宝 海马爸爸就说 嘿恭喜你们哦 好咯拜拜 他又游走 结果呢 他又遇到了这只是什么鱼 这只是钩鱼 海马爸爸就说 嘿你好啊钩鱼 钩鱼爸爸就说 哎你怎么这样游啊 我可不能像你这样游 我像你这样游 你看啊 我头上的蛋就掉下去了 我还要静静的慢慢的游呢 海马爸爸就说 对啊 因为我的蛋在肚子里 我可以倒过来 你可不能倒过来 好啦 我先走咯 拜拜 祝你好运哦 钩鱼爸爸也说 是哦 祝你也好运哦 然后呢 海马爸爸又继续往前游 你们有发现吗 海马爸爸的肚子 真的越来越大了 然后啊 他说哎呀 我有一点累累的 好想去石头后面休息 结果就听到一根石头 不行 你不能来 我正在休息 是谁 石头后面是谁 好我们来看是谁 原来是石头鱼 海马爸爸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后面 石头鱼就说 没关系啦 刚刚啊 有一只很凶的鱼 我怕它来咬我 所以呢 我先暂时躲在后面 然后呢 海马爸爸就说 好好好 那你继续躲好哦 然后呢 那个石头鱼就说 好 我就躲回去石头后面 海马爸爸又继续往前游啊游的 遇到了海龙 他就说 嘿海龙你好啊 然后海龙就说 嘿 海马爸爸你好 你看我的肚子下面 黏了一排的卵哦 这是我老婆拜托我照顾的 我现在可要好好地照顾她 我可不能像你那样扭来扭去 我要直直的 然后慢慢地游 以免我的蛋啊 没粘好掉下去 海马爸爸说 嗯 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 好咯 拜拜 海龙先生 然后海龙先生就说 好拜拜 结果啊 海马爸爸又往前游啊游的 遇到了谁 遇到了鸾鱼 鸾鱼爸爸啊 带着他的鸾鱼宝宝 正出来练习游泳 他就跟鸾鱼爸爸说 鸾鱼爸爸你好 然后鸾鱼爸爸超可爱的 他就跟他的宝宝们说 宝宝们一起说 海马叔叔好 然后呢 小宝宝们呢 超级有礼貌的 就说 海马叔叔好 海马爸爸就说 嘿你们真的好可爱哦 真希望我的小宝宝长大 也像你们一样有礼貌哦 好好好好好 快去练习吧 海马要继续往前游 往前游 突然啊 他的肚子有点痛 然后啊 他就 哎 原来他的肚子里的小宝宝长大了 他们就 啵啵啵啵的 一直一直的游出来 超级可爱吧 他们真心恐后的游出来 海马爸爸不得不 在那里假装凶凶的说 哎 不行哦 慢慢的哦 排队排队哦 但是有一只 非常可爱 他呀 他不想往前游 他居然往后面游 他游回来 还想要挤回 海马爸爸的肚子里 结果这里塞车了 海马爸爸还看着他说 不行不行 No no 你这个小调皮 我很爱你哦 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你必须要自己游哦 去去去 跟哥哥姐姐们 一起去吧 然后呢 他就说 哦 好吧 小宝宝就跟着大家一起往前游了 好了 巧克老师的故事讲完了 巧克里老师觉得这本书 真的超级可爱的 那什么是育儿带啊 育儿带就是比如说 袋鼠妈妈也有啊 带熊妈妈也有啊 还有还有还有 巧克力老师的小珍珠也有啊 你们要看小珍珠的育儿带吗 给你看 小珍珠 给小朋友看你的育儿带好吗 来 像宝贝一样的抱他出来 因为他很胆小又很害羞 好乖乖哦 给小朋友看你的育儿带 嗨小朋友好 我是小珍珠 你好你好 然后呢 给大家看你的育儿带 好好好没事没事 看到了吗 这就是他的肚子 肚子里面有个袋子 有没有 袋子 诶 珍珠 当然 那珍珍珠呢 目前呢 他没有结婚 他没有珍珠爸爸 所以他就是 我看到了 看到了哈 对了 看到了 带着 看到了哈 好 珍珠说好了 有点用力耶 啊啊啊啊 他生了 要他要睡觉了 好 那就让他睡觉吧 OK 好啦 看完了小珍珠的月袋是不是好好玩 啊对了 巧克力老师要讲 这里有一只熊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了熊的故事 嘿嘿 恐恐老师呢 他跟你们一样哦 太久没画画 太久没有做东西 他就会很想做 他就说今天要换他做熊 他刚刚啊就做了这只熊 很好笑 那给你们猜 他手上杯子里面喝的是什么 是咖啡吗 是酒吗 当然不是哦 是恐龙老师的普尔茶 是不是连熊都爱喝普尔茶 这就是恐龙老师做的熊熊 有没有很可爱 好啦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